我請見一下事件議員 剛剛講綠營內部現在定於一尊在賴清德身上 然後藍營內部事實上好幾尊都有總統夢 所以他有政治的角力跟矛盾 但是綠營內部有各式各樣的地雷跟議題 然後賴清德事實上對外國際跟兩岸的這個議題 事實上也要執求的對決跟面對 當然我覺得賴清德當然要面對 不只我們國內國際民生的大事 還要面對現在險惡的國際局勢 我們台灣的國家安全 當然他這個部分他要多所研究跟琢磨 但林寬我認為賴清德準備好了 而且早就準備好了 尤其這幾年他跟在蔡總統的身邊 這幾年我們台灣面臨的是大風大浪 所以他非常清楚我們現在不管就我們台灣的區域 在區域安全穩定上扮演的角色 以及在整個我們國際經貿的佈局 其實賴清德這幾年 我相信他的這一部分 未來在這一部分要執政的經驗是其實來自於這個時候是非常非常大量的 那至於說賴清德再來我們黨內他如何整合 其實很清楚如果照這二十二場說明會下來 那被特定的派系跟黨員把持 每一場檢討會以後都說就是開除王世堅 所以很清楚那就開除王世堅吧 如果開除王世堅可以讓2024勝選 這是最快速的辦法嘛 不是這樣嗎 但是我相信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辦法要做 你開除以後總要要做哪一些事情吧 我不幫我個人辯解 但是大家可以冷靜想 我想我們黨內的高層還有我們很多我們黨內有志之士 尤其我最近我跟這麼多創黨黨員的接觸 我知道現在我們黨內憂國憂民的黨員 創黨的黨員現在的支持者來講 其實他們的想法絕大多數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們不是像少數一些人被特定媒體特定節目帶風向的結果 然後到那種檢討會現場去叫囂 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這個樣子 那比方說以我個人來講 我想不懂 在選前 我在我們黨內關起門來總部的會議 我參加的那一次講得最深刻 那在場的都是黨內的大員 在現場我面對面坐著 我坐在第一個嘛 我講的剛好事後選後的狀況 發生的情形跟我當時我講的一致完全一致 那再來選前我還透過我部長級的一位好朋友 把我對這個選情現在的分析跟看法 還有我認為我們應該的做法以及我對這個選情的憂慮 我請他轉答給蔡總統 他不但轉答 他也帶了答覆給我 所以我不懂 前後 我選前也是這麼講 選後 我現在在提出批評的也同樣這一些 所以這個我認為可受公平 還有我從政以來馬英九好龍兵我打馬屠龍 一直到柯文哲我幫他 我配合我們黨的作業幫他 當初八年前幫他選上市長以後 我是第一個發現柯文哲有問題的 我是第一號柯黑 我打柯不遺餘率 八年來我少有時間去談到我們黨內的事 我唯一開始討論 開始會批評我們黨 是四年前蘇貞昌院長上任之後 那蘇貞昌院長的所作所為 那大家看在眼裡 我認為我是就是論事批評他 那怎麼就因為這樣的批評 那導致這麼多的側翼網軍 一事五零來包圍 那這個我認了 但是我有一項我強烈的抗議 而且我事後也會去追這些人 就是他們最近竟然把我父親也扯入 我父親王明德 跟我外主婦張榮忠 都是我們台灣的英雄 他們的英烈的危機 不是那些尾碎的人 他們可以來污蔑的 更何況我退一萬步講 他們現在這種毀滅式的 超加滅足的方式 那麼對我們228受難者 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這些家屬不但是二次傷害 不但是對家屬二次傷害 而且也傷到了當初勇敢站出來 代表台灣人要跟威權對戰的這些英雄 這一點我無法接受 所以但是因為現在國事如麻 那我暫時放下個人的恩怨 只是我要警告這些人的背後 這個水肥車 水肥車是誰我們到時候要追究的 而就是因為這些水肥車 他擁有權力跟資源 所以他們患癢這一堆人 這一堆人是我們民進黨 現在最大的惡夢 因為他們還在我們黨裡面 那我相信賴清德的智慧 跟他的正直 我相信他知道應該怎麼做